嗨 大家好 我是平民反氣 今天要為大家測試的關卡是遺忘的記憶 追與旅人一日的關卡 我使用的是打幾配人馬的隊伍 最近有稍微在研究一些隊伍的搭配 感覺這個搭配還蠻不錯的 威力比起來甚至比搭配木屋 來講攻擊力還大 我測試過大概是這樣的組合會比較強 到時候會再發一篇文章 統計一下攻擊力的差異性給大家參考 現在來為大家做一個通關的示範 由於第二關我們等一下就會遇到三太子 所以這一關就要除CD了 不然屬性相剋三太子太硬了 不然屬性相剋下它 對! 對! 先挑戰 目標是連聲女的cd要出起來 呵呵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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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搭配 決隊 好 像這個 如果我們要把攻擊珠消掉的話 基本上因為有兩隻我就會分開消 如果有一隻的話我就一起消無所謂 這樣攻擊珠弄掉的話 你除吸力才會好處 然後最好連三顆就好 四顆就好不要 因為你多一顆非攻擊珠的話 就可以少一次攻擊的機會 因為要除吸力所以攻擊越少越好 哇不小心了 不過沒差 打一下而已 至於下面這個牌珠的方式 是我以前打輪迴小號的時候用的方式 這個有在另外一篇文章有 有分享出來給大家參考 好像現在按住的話我就把它切兩個 不過沒什麼差 好這樣就出滿了 全部都出滿的話接下來就是綠珠了 哎呀不小心按到 沒關係啦反正我等一下還是會轉的 因為打三台石基本上如果要靠儲珠去打應該是 打不太懂 因為屬性相剋的關係啊 好主要的目的是生女要出滿了 然後一波爆發就直接 把他帶走 把他帶走 由於 COMBO數的關係 我想應該 我會 哎呀這CD數 射數 那就一起開了 可能都會除了 蛇女就不開 因為蛇女的CD數太長了 看一下 1,2,3,4,5 1,2,3,4,5 3,4,5 2,4,6 2,4,6 這個的話 哇靠,這個比較不好排 因為雜珠太多了 應該是這樣吧 三個的話 1,2,3,4 1,2,4 2,4 2,4 1,2 3,4 應該是這樣吧 好像沒有排好 不過沒差 主要是靠人馬追加火屬性的攻擊 主要是靠攻擊力去撐 其他的話就還好 我們下一關的話 我建議是在這邊除技 不要進場再去除技 因為我不想要用 因為你史萊姆的技能 CD解掉之後 那個OCD也會催你一下 所以我不建議進場再去除CD 畢竟我玩的不是奧丁的隊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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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主技的因為我的那個 墨衣介 墨衣介來講 它是CD5的 所以有機的話也可以開一下 我的CD都比較長 所以兩隻的話我也不急著殺掉一隻 沒有削到 打擊他六回合應該來得及 哇打到 好再一回合就好了 2 4 6 哇有點雜珠有點多 順便就清一下 好像這樣 欸還有圈體攻擊喔 對還有單體攻擊 應該是只有按出單體吧 3回合可以讓我做綠珠的動作 這時候要小心一點不要打到這隻就好 旁邊那兩隻因為基本上我已經無所謂了 所以我會用這樣的方式 反而我不打算讓他幫我把CD拿回來 欸可以喔 這邊是4CD 那我們可以 挑選這種方式 先打這隻再打這隻 我看一下喔 綠珠的畫 綠珠的畫 1 2 3 4 5 7 8 9 4 4 4 應該是沒問題 技能我基本上我都是全放 因為怕會有意外 蛇女 搭配上人馬 這攻擊力有算過 如果 9C沒有問題的話 應該 攻擊力破 百萬是沒有問題的 總攻擊力啦 1 2 3 4 5 好應該沒有問題 拉沒拉到 好記得這時候你要千萬要錯拍啊 單體攻擊 可以看到這攻擊力蠻強喔 怕連最左邊那隻都K掉 12COMBO應該是全部都死掉了 對啊因為威力太強了 還沒有把OCD多打幾下 就全部都送走了 這時候再 除CD 因為一樣我們打大勝 我希望是 滿血 滿血進場 我不想要依靠裡面的那個 怪 因為如果你想要靠裡面 自動回CD 神魔 神魔的 的 隊伍會比較適合 像我這種暴力直接殺的話 因為如果你 如果你殘血到 最後一關的話 會很危險 因為那種BOSS的話 打 每回合打5千 5千5百滴啊 所以我建議還是在這邊除CD 所以我建議還是在這邊除CD 我盡量把你的那個 把你的符石給錯開 龜把弄亂掉 主要是這隻蛇女啊 因為我就CD 這CD太長了 CD24 我現在沒有攻擊主來講 應該還好 我轉心可以開一下 我轉心可以開一下 像這樣就有點危險 還有3回合再撐一下就好 還有3回合再撐一下就好 剛剛好 之後雜豬就把它清一清了 我剛剛好像忘記了 太好了 大勝3 重置的是4 這是好時機 啊不對 那也要被大勝捶一下 那算了 我一樣要記得指定攻擊 這個我看一下 1 2 3 4 5 7 8 9 9 9 應該可以直接出 出擊才對 不過 還是要消一回合一下 可以看到我才打他一點點 我就已經 因為血量不是很多啊 這隊伍等級太低了 1 2 3 4 5 哇靠 殘數變好多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好像剛好 OKOK 反正我實化他 我打完他還是 還可以再出手的機會 大勝的血 1240345 我們來看一下這樣可不可以突破他的 防禦力 1 2 3 4 如果理想狀態最好是留下左邊這一隻 記得指定大勝 要單體攻擊 2 3 4 5 6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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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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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攻擊力 剛剛好就是我要的 這時候千萬小心 如果你擔心說你會不小心把這隻給他KO掉對不對 我順便告訴大家一個方式 這樣就可以了 有沒有他幫你重置 是不是很方便 然後現在可以先轉個星 然後再把你的珠珠給錯開來 看一下喔 這個的話 應該這樣切吧 這樣應該是沒有攻擊才對 有沒有運用這樣的一個技巧 就可以再洗一次技能 看起來好像無聊 可是打下一關就很輕鬆 好玩而已啦 1 2 3 4 5 6 1 2 6 8 9 4 4 1 4 2 4 3 應該這個也是沒有問題的 實話是沒有效的 他的防禦率50萬來講 我看一下我沒辦法突破他的50萬 看起來好像是沒辦法 因為我是整體攻擊性才有辦法 個十百千萬 所以我們還是不要亂搞 正常打就好了 打擊要搭配一下 這時候就要回血了 嗯?我沒攻擊欸 Shit 忘記攻擊了 剛剛只顧著補血 好 礦長技能這時候是沒有用的 好 因為裡面還有打擊 所以恢復力並不是算太差 好 放技能可以 可是補新豬 不要把新豬轉掉 基本上那是個很危險的動作 因為人馬會追加再一次的攻擊 基本上我打一次就是兩下的攻擊 他記得都是單體喔 來兩下兩下兩下 這樣就把王KO掉了 好主要是 其實不是通關的一個那個 主要是分享就是 打擊配人馬的一個打法 我覺得還不錯 攻擊力威力還蠻強的 好 升級 好 因為我們要另外再儲值 所以這張是新的卡片 好可以看一下我們的隊伍 可以留意到 可以留意到 這個像這個 費雷亞等級力而已 有沒有 蛇女 12級 4星的 好 這個是比較難看的 真的是打 木衣界 主要是靠打擊 因為我這個帳號就是 打擊為主力 那只要 搭配好 你看像我的攻擊力才1935 可以上一個 滿等滿技的 人馬 攻擊力出來都可以破 120萬 這個搭配我覺得還不錯 這個 攻擊力 這個 影片的部分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不是等一下 現在就已經分享了 就是說 關於攻略的內容 介紹到此 謝謝大家 掰掰